《撒拉多》 這裡遭受的殺戮 堪稱哥倫比亞歷史上 最慘烈的大屠殺之一 據估計 哥倫比亞內戰 造成了22萬人死亡 超過700萬人流離失所 內戰期間 一支準軍事部隊 入侵了薩拉多 屠殺了手無寸鐵的軍民 人們懷疑了 恐怖 恐怖 他們嚇壞了 他們說如果他們回家 他們找到他們 他們死了 他們殺了 他們充滿了憤怒 他們離開了城市 他們離開了兩年 想想 連狗們都在那裡 那次屠殺之後 大多數村民逃到了附近的小鎮 薩拉多徹底被人們遺棄 成了一片廢墟 多年過後 盧卓和其他一些人 決心重建家園 在他們的幫助下 村民開始慢慢地 回到薩拉多村 此後 在與村民 和社會工作者 討論的基礎上 哥倫比亞政府 與聯合國項目事務署合作 於2014年啟動了一個 針對該村的大型住房 修繕項目 市民會被超級的 建築意識 所以 人們不相信 建築意識 建築意識 所以 人們的最初 這個建築意識 是 人們有 那一種建築意識 我們 人們 我們 人們 可以做 建築意識 提供更加干净 卫生的空间来准备食物 使他们获得清洁饮水 和卫生设施 重建工作帮助居民们 改善了健康状况 这一修缮项目 用时超过一年 时间慢慢的过去 村庄也慢慢的恢复了生机 当人失去信息 人失去信息 而根据的因素 在这些东西 和这些东西的活动 人们能够得更多信息 和信息 塞拉多的遭遇 或许最为惨烈 但它并不是 唯一正在重建的地方 整个国家都在重建 与此同时 人们也在重整 自己破碎的生活 历经51年 哥伦比亚的内战终于结束 它已经最好准备 翻开新的历史篇章 该节目由联合国项目事务署 和川首九龙为联合国制作